你这是没有气息脱臼的同学们能听出来吗 我在课上一下 我要讲一下这一块 我们的整个 为什么说包括今天的歌曲 之前的歌曲等等 到了副歌部分 我会更加的强调我们气息的稳定性 我们气息的稳定性 你比如说 几乎都是在这个部分在晃悠 我的声音的位置也很低 我以为在他身旁 无奈却又闲谈 道路又软又差 你看到没 特别的脸 然后我出来的音响效果 音色也是非常的散的 能听出来吗 同学们 我刚刚是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 搭上气息是什么样子 我为在他身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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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 刚刚我是完全是搭在圈上的 然后呢 我的咬字都是贴在往上走的 你看我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同学们 跟我之前第一个 我做的示范 有什么不一样的 第一个 就像我每天上 我带着他家练声 我做的这个动作是同学们 我做的这一个动作 同学们这个叹的动作太重要了 你没有这个 这一下 你的这个气 还有包括我课上说这个喉味啊 这个支点啊 你没有办法去稳定的 我来说你没有办法了